我妈是伏地魔,在临死前,瞒着我把所有家产全部转让给她弟弟。 留给我的,只有她躺在殡仪馆的遗体。 办理完母亲的葬礼之后,我身无分文,还倒霉催地被一个捡垃圾帅气小哥撞伤了。 办理完母亲的丧事,我整个人都是虚脱状态。 我知道妈妈是伏地魔,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她能够在我奶奶死后不到半年, 就偷偷地把所有家产都转让给她的亲弟弟。 而后,她就躺在医院等死。 等我得知她重病赶回去的时候,为时晚矣。 我妈的骨灰刚刚入土,舅母就把我行李箱丢在门外,让我赶紧滚, 说是我家心丧,热笑,一年死俩,晦气。 她怎么就没有嫌弃我家房晦气啊? 男朋友打电话把我劈头盖脸一通骂,然后宣布分手。 我握着破屏的手机,拎着行李箱站在桥上,神情恍惚。 让开,让开,对面,一个年轻人蹬着三轮车,大声吆喝着, 我恍惚是听到了,想要躲开,身体却是根本不听使唤。 我被三轮车撞飞出去,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意识恢复的时候,我想要爬起来,却是发现左腿完全动弹不得, 痛得我大叫出声。 喂喂喂,大妹子,你还好吗? 车主是一个年轻俊朗的小哥哥,用手拍着我的脸,一脸的交集。 我心想,还好还好,肇事者还算负责,没有直接跑路。 我一念未了,就听他喃喃说道, 我没钱,你碰瓷就不能撞个豪车。 我胸口发闷,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你撞伤我了,送我去医院。 我咬牙说道,可我没钱啊。 他开始耍无赖,我的腿断了。 我心中着急,他没钱,我是都比脸都干净, 左腿疼痛难忍,完全动弹不得。 我会不会残废? 一念至此,我吓得背上冷汗热汗都冒了出来。 不料,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腿,然后起身,拔腿就跑。 喂喂喂,我傻眼了,他跑了。 竟然这么跑了? 我手忙脚乱地拿着手机,准备拨打110报警, 却是发现我手机黑屏,没电了。 小哥哥跑到三轮车边,从座椅下面掏摸出来一溜东西, 反身再次跑回来。 然后,他麻溜地把身上一件就衬衫脱下来, 扑在地上,扶着我靠着桥栏杆坐下来, 说道,大妹子,我看看你这脚。 他还说,他家祖上世代行医, 尤其擅长跌打损伤,更有祖传的秘质膏药。 那语气,那口吻,和骗子一模一样。 奈何,我现在只能够任由他摆布, 看着他脱掉我凉鞋,拿着膏药给我敷脚, 还一点点地揉搓着,那要似乎当真有些神奇之处, 涂抹在皮肤上热乎乎的,脚上不再像原本那么疼得厉害。 我渐渐放松下来,抬头, 却是不可避免地看到他精致的锁骨, 一张脸线条分明,竟然分外好看。 我心中自嘲,大概是单身了, 看到一个雄性生物就觉得眉清目秀。 突然,一样东西吸引住我的视线, 小哥哥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白玉佩, 淡淡地撒金皮和落日余晖焦香灰映, 玉智本身更是宛如那上家的洋芝, 又如江南水乡女子细腻白嫩的肌肤。 我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过去, 就在此时,我只感觉脚上传来啪的一声脆响, 剧烈的疼痛让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你,你做什么? 我怒斥道。 好了好了。 小哥哥笑竹颜开,说道, 可以了,你别乱动,再撞伤了,可就麻烦了。 被他这么一说,我试着动了动, 果然,脚已经没有那么痛,也能够动了。 看样子,他还真懂得一些医术。 小哥哥扶我起来,问我住在哪里,他送我回去。 我再次茫然了,半晌,我咬牙说道, 这桥下桥洞不错,就这里了。 小哥哥扑斥一声就笑了出来,说道, 你比我还穷啊。 这还不算,他还取笑我, 说是我一个女孩子晚上住桥洞很危险, 不说别人,连他都有些歪心思, 想要晚上来骚扰我。 被他一说,我心烦气躁, 想起疼爱我的奶奶,想起母亲,忍不住又想要哭。 喂喂喂,大妹子,你别哭啊, 要不,你先去我那狗屋将就几天。 小哥哥一边也不避嫌,伸手就抹去我脸上的泪痕。 我反问道,你这是光明正大的骚扰我吗? 他反身去把三轮车推过来, 从地上捡起衣服,披在身上, 我看着他随意挂在胸口的白玉佩, 试探性地问道,你这玉佩哪里来的? 他似乎愣了一下子,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是收费品收来的。 他看城里人都喜欢挂个石头, 他就找人弄了一个绳子挂着了。 你喜欢,送你。 说着,他直接把玉佩从拿下来, 二话不说,就挂我脖子上。 我正欲拒绝,他却说, 他撞伤了我,没钱赔偿, 这玉佩就当赔偿了。 然后,他扶着我坐在三轮车上, 吭哧吭哧蹬着三轮车就跑, 一起绝尘。 路上,他询问我怎么就流落街头, 需要去睡桥洞了。 我这数月以来,连日奔波, 心神俱伤,也没有人倾土, 如今,见他询问, 当即就一股哪儿地说了。 他自称叫做江城, 没读什么书, 从小就跟着爷爷收垃圾为生。 废品回收站不远, 宽大的场地上, 分门别类地堆放着好些乱七八糟的垃圾, 纸箱,酒瓶, 废铜烂铁等。 我都不知道, 在繁华的大城市, 哪里来这么一块老大的空地? 不远处有五间大平房, 在江城拿着钥匙开门的时候, 门口,一只老鼠嗖的一声, 没入废纸箱堆里。 江城见状, 大呼小叫, 你老鼠,你别跑, 江大爷我来了。 我的目光, 却是被门口一个裂了缝隙的青花瓷碗吸引住, 张口想要询问,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房子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中间堂屋被隔开, 前面算是客厅, 后面是厨房。 东西两边都有房间, 江城把我安置在东边房间里, 我目测房间加上卫生间, 估摸着有三四十个平方, 临窗放着一张大床, 铺着凉席, 晚风透过细细的纱窗吹进来。 江城打开我行李箱看了看, 抬头, 一脸狐疑地问我, 秦欢, 你不会连洗漱用品都没有吧? 我要有钱, 我是这个鬼样子。 我苦笑。 切。 他做了一个鄙视的动作, 把一个破旧平板递给我, 说道, 你看电视, 我去买菜做饭, 顺便给你买点洗漱用品。 没有等我说话, 他就再次骑着三轮车出门了。 没多久, 他就回来了, 把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放在卫生间, 然后, 他打开衣柜, 把刚刚买来的衣服往衣柜里面挂, 一边念叨着我运气好, 今天商场打折, T恤只要19.8, 所以, 他就多买了几件。 我盯着衣服上的logo, 反复确认之后, 心中狐疑, 这世道变了, 骨池跳楼大甩卖。 拖鞋。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一双拖鞋扔给我。 鞋子多少钱啊? 也是19.8吗? 我看着鞋子上香奶奶招牌式的山茶花, 问道, 秦欢, 你不是穷人吗? 这鞋子也要19.8块。 那是抢钱好不好, 我12块8毛买了两双呢。 江诚一脸地鄙视地说道, 难怪你穷成这鬼样子, 不会过日子。 我承认, 我确实不会过日子, 反正, 香奶奶的鞋, 哪怕是山寨, 12块8毛我买不到两双, 穷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收拾好, 就开始忙里忙外准备饭菜, 我跛着脚, 看着他收拾。 秦欢, 你脚还痛吗? 他一边炒菜, 一边问我, 还好, 那你不去洗澡换衣服。 他转身看了我一眼, 说道, 你看看你, 灰头土脸, 比我这个捡垃圾的都要脏, 就不知道洗洗干净。 还有, 你要知道, 你是在陌生男人家里, 你要趁着男人做事的时候, 赶紧洗澡, 免得等下我要考虑是做禽兽, 还是禽兽不如。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撩我, 还撩得如此大胆露骨。 被他一提醒, 我这才想起来, 我已经两三天没有洗澡换衣服了, 一身的臭味。 我转身去洗手间洗头洗澡, 换上他给我买的, 据说19.8的新衣服, 抚摸衣服logo的时候, 我再次胡疑, 这不太像是山寨啊。 吃过晚饭, 他收拾好锅碗灌洗之后, 和我一起坐在床上, 拿着破旧的平板刷具, 伴随着剧情同喜同乐。 担心我晚上怕黑, 他特意给我弄了一个小灯照明, 美其名曰, 夜灯。 还说, 这是五星级酒店的待遇。 一盏旧的电风扇, 支压支压地转动着, 带着艾草香味的闻香, 居然出奇的好闻。 我原本以为, 陌生的环境, 我晚上会睡不着。 但是, 我果然不是宅喜的娇贵人物, 黑田一觉, 只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 起床的时候, 看到床头边有一个破箱烟盒子, 写着, 豆浆和包子放在外面桌子上。 记得微波炉热了再吃, 冰箱有盒饭, 冰激凌, 晚上我会尽量早点回来。 吃过早饭之后, 我在床上坐下来, 突然就发现, 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闲过。 小时候忙着上学, 读书, 闲暇还要帮衬着做点家务活。 大学, 人家都忙着谈恋爱的时候, 我四处忙着打工, 还没毕业, 我就急急找工作。 没法子, 我爸爸在参加一个考古项目中不幸遇难, 我妈妈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伏地魔。 但凡家里有一点点钱, 他都拿去贴补我那个舅舅。 我大学学费, 他一分钱不肯讨, 给我舅舅买房, 他倒是有钱。 最后, 他终究把自己给做死了。 从小到大我忙得像是一个陀螺, 闲下来, 我有些坐不住, 点着脚走到门口。 我目光落在那只青花大碗上, 缠枝连纹, 青花色泽青雅, 胎底洁白润泽, 在太阳底下看起来, 有着淡淡的光泽。 我在地上蹲下来, 小心地把碗翻过来, 下面有青色柚渍大清康熙年质的字样。 我记得奶奶曾经说过, 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 中后期才有落款, 早期并没有落款。 看样子, 这个此碗是康熙中后期之物。 我奶奶早年在博物馆工作, 曾经教过我古董鉴赏, 我家祖传的金石鹿, 我也学得滚瓜烂熟。 摸出手机, 看了一下子地理位置, 巧了, 从这边打车过去二十分钟, 竟然就是古玩一条街。 拿着就报纸, 把青花大碗一层层地包裹起来, 我还找了一个破纸盒装着, 打车, 出门, 跑了一趟古玩街, 第一家, 老板那叫一个黑, 又想要收, 又可拙尽压价。 我拖着一条腿, 跑了。 第二家店老板很是上路, 上来就把价钱开到位, 二百万。 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 以二百二十万成交, 钱打到我银行账号的时候, 我还有些回不过神来, 一颗心砰砰砰地乱跳, 紧张得不得了。 我果然就是一个穷人。 看着我要走, 店老板突然问我, 脖子上的玉佩卖不卖, 他收, 八百万。 价钱不合适, 还可以再谈。 我瞬间就心跳加速, 很想扯下玉佩和他谈谈价钱, 一激动, 左脚踩在地上, 痛得我呲牙咧嘴, 同时也清醒过来。 上好的杨枝白玉子料, 撒金皮, 雕刻成两朵蝉枝百合花模样, 背面有两个字, 朝仪。 根据沁色判断, 应该是宋代宫廷之物, 朝仪两个字, 表明了原主人的身份, 应该是宫里的一个娘娘。 但是, 这不是我的东西。 我一咬牙, 转身就走, 身后, 店老板还说, 下次要逃换逃换, 记得直接找他。 出了股玩店, 走到街口, 我拿着手机准备打车的时候, 看着手机上的定位, 我纠结了。 我是应该带着220万, 以及那块差不多千万级别的股域, 立刻跑路吗? 220万买个小房子, 有房无带, 随便好一个工作, 我都可以过得很滋润。 秦欢,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心底, 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 对, 我的良心会痛, 我不是我那个黑心肠的舅舅。 咬咬牙, 我打车回到江城的废品收购站。 不料, 我刚刚下车, 江城就迎了过来, 秦欢, 你跑什么地方去了,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脚不能用力, 再受伤就要残了。 江城, 别管我的脚, 我要紧的事情要和你说。 我把出租车司机打发走, 忙着就要和他说青花大碗的事情。 我真的很怕我一犹豫, 一迟疑, 我就昧着良心不告诉他了。 没什么比你的脚更重要。 江城冷着一张脸, 直接公主抱, 把我抱到屋子里面, 放在椅子上, 半跪在地上, 检查我的伤。 我忙着把青花大碗的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 我急急说道, 江城, 二百万给你, 我要个中介费二十万, 可以不。 说着,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江城从地上站起来, 伸手, 摸了一下子我的额头, 说道, 我只撞伤了你的脚, 没撞坏你脑袋啊。 怎么就傻了? 甚至, 他还说, 完蛋了, 他只懂得医治跌打损伤, 不懂怎么医治傻子。 我听他这语气, 明显不信我, 忙着说道, 你把银行卡给我, 我把钱转给你。 我想, 他收到钱, 总该信了吧。 江城伸手在我脑袋上戳了一下子, 骂道, 你这女人真不会过日子, 难怪穷, 那破碗是你在我家门外捡到的, 不是在我家厨房偷的, 对吧? 他阵阵有词地说, 门外捡到的, 自然就是我的, 我是卖掉还是拿回去养老鼠, 那都是我的事情。 如果我当真能够拿着一个破碗, 卖二百二十万, 那也是我的本事, 他不要钱。 秦欢, 照着你这个思维, 捡破烂这生意就没法子做了, 难道我们捡了破烂卖了钱, 还得去找原主分钱不成? 江城看我的眼神, 都带着一股鄙视镜, 好像我真是傻子一样。 得, 亏得我纠结了半天, 要不要卷款跑路呢? 我把那块送带羊枝白玉蝉枝百合玉佩脱下来, 递给他道, 这个还你, 你可知道, 这玉佩值多少钱? 你这么贸贸然地送给我。 我知道。 江城说道, 知道。 一瞬间, 我的声音顿时就提高了好些, 我的天, 这到底是怎样的有钱人, 才能够如此阔绰。 价值上千万的古玉, 随便送给陌生人。 夜市摊上没人要的破石头, 几块钱一个。 江城说道, 别闹, 你回来就好, 你那脚好好痒痒, 别出去作死。 数罗完我, 他就开始往里搬东西, 又从一边找来工具, 开始安装。 这是什么呀? 我诧异地问道, 梳妆台。 江城一边忙着安装, 一边告诉我, 今天他去收垃圾, 正好有人家淘汰了一批旧家具, 别的东西他已经转手卖掉了, 想着梳妆台我用得着, 就拖了回来。 我看着那厚实的红木梳妆台, 心中暗道, 不知道是什么人家这么阔绰, 连这红木梳妆台都淘汰掉了。 很快, 梳妆台安装好, 他又从外面拎进来一个老大黑色塑料袋, 从里面往外掏瓶瓶罐罐, 宝蓝色瓶子的精脆水, 乳液, 面霜, 莱伯妮。 我知道这个牌子还是上学的时候, 隔壁寝室的一个同学, 收到男朋友送的一瓶莱伯妮的精脆液, 各种找我们炫耀了一番。 除了护肤品, 还有各种彩妆, 香水等, 把很大一个梳妆台摆得满满当当。 江城, 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 我问道, 打折买的? 不, 捡来的。 江城一本正经地说道, 今天有一对小夫妻吵架, 女的好凶, 挺会过日子的, 把这些都丢了。 哦, 还有一个包呢? 我们都这么穷了, 能够用就将就用了, 你别嫌弃。 说着, 他还一脸真挚地看着我, 像是真的一样。 看着他递过来的包, 我傻眼了, 特么的, 香奶奶经典款, 这几年价钱水涨船高, 我听同事说, 要六万出头了。 嘖嘖, 捡垃圾能够捡到香奶奶的包。 好吧, 想想, 他连这上千万的古玉都能捡到,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江城, 捡垃圾都能够捡到什么东西? 我试探性地问道, 什么都有。 江城笑道, 各种破铜烂铁, 纸皮纸板就报纸, 这些都还好, 最不值钱的就是衣服。 说着, 他拍拍脑袋, 问道, 秦欢, 你刚才说, 那玉佩价值千万,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忙着说道, 要不, 明天我们去卖掉, 你也可以换一座大房子。 换大房子做什么? 江城摇摇头, 说道, 我一个人, 捡不了太多垃圾, 不需要更大的场地了, 我就是想起来, 当时收那块白石头, 还有一样东西,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找。 我看着他往西边屋子走去, 忙着就要跟过去。 秦欢, 你是属猴子的吗? 坐不住。 江城站住脚步, 说道, 你要做死做残废了, 可别赖我。 我被他骂得有些委屈, 老老实实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概是看着我那委屈巴巴的模样, 江城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 西边屋子里面, 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 没多久, 他手里就拿着一个白玉镯子出来, 递给我道, 你看看, 带不带的。 我从他手中接过白玉镯子, 看着和田玉子料标示性的枣红皮, 忍不住用拇指抹撒了一下子。 四色沁色, 只有一点点的黑色和青色, 以及褐色沁色, 大面积的暗红色血沁。 沁色深入肌理, 从沁色判断, 应该是宋代之物。 玉镯内圈有一个字, 会。 突然, 我愣了一下子, 这玉镯的血沁, 似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图案。 对, 没错。 整个血沁缠绕玉镯一圈, 宛如是一只燃烧的凤鱼, 我心中暗道, 真漂亮。 一边尝试着往手上戴了一下子, 古人的镯子, 圈口要比现在的玉镯略微大一点。 毕竟, 古代没有护手霜, 塑料袋, 我本身也瘦, 所以, 我轻松就戴在了手腕上。 秦欢, 护手霜呢? 你看看能不能戴? 江城大声问道。 我笑道, 不用护手霜, 我可以戴上。 江城走过来看了一眼, 嫌弃我太瘦了, 说是今天吃红烧肉, 让我多吃几块, 养养。 银行卡上多了220万, 加上脚受伤, 接下来的日子, 我就留在废品回收站养伤。 江城每日早出晚归, 有时候会给我带点小东西回来, 比如说, 前天他丢给我一个饭家的手链, 说是夹在废纸箱里面的, 让我带着玩玩。 我对于他捡垃圾, 能够捡到昂贵的奢侈品已经免疫, 一晃, 两周过去, 我缴伤也好得七七八八。 我准备就在周边找一个工作, 然后, 找江城商议房租的事情, 现在, 我住在这里, 吃他的, 用他的, 助他的, 结果, 他再次鄙视我不会过日子, 他这么一个狗屋, 还房租。 甚至, 他还说, 鹿顶记里面, 韦小宝救了小郡主和方姨, 人家女孩子出身豪门, 都没有提房租, 可见, 我是多么败家。 我竟无言以对。 这天下午, 我接到同学书颜打来的电话, 说是周六同学聚会。 我本不想去, 结果晚上江城对我说, 他周六要导一批破铜烂铁, 晚上回来得很晚, 让我自己出去吃饭或者点外卖。 既然他不回来, 那我就去参加同学聚会吧, 顺便把书颜借我的钱还给他。 我妈妈死的时候, 我已经身无分文, 根本支付不起丧葬费用, 邻居酒糟奶奶借了我一点钱, 另外就是书颜微信给我发了一个8888的红包。 我前几天想要还他, 但又觉得, 这事情, 我需要给他道谢再还钱。 我和江城说了一声, 我周六去参加同学聚会, 他阴阴嘱咐, 让我不要在外面瞎喝酒, 吃了饭早点回来, 别去酒吧夜店瞎嗨。 甚至, 他说, 让我晚上到家之后, 给他报平安, 否则, 他会不放心。 我都答应着, 同学聚会, 也就是我们十来人, 但是, 无可避免地见到了我不想见到的人, 前男友布昆和汪敏。 汪敏原本和我在一个公司, 我当时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 就把手里的项目给了他。 结果, 他白捡了一个大便宜不算, 顺便就把我扎了, 睡了不昆, 还拍了一个小视频给我看。 再然后, 他光明正大的搬去和不昆同居, 把我所有的生活用品, 以及衣服等物全部扔掉, 要武扬威地打电话给我, 让我不要去打扰他和不昆。 我和舒颜坐在一起, 一边吃饭, 一边就闲扯, 他问我家里的情况, 想到我妈妈做的事情, 我忍不住揉了一下子眼睛。 欢欢, 你可以打官司, 把房产要回来, 那是你爸爸留给你的。 舒颜说道, 我考虑着这个事情的可行性有多大。 突然, 汪敏叫我, 秦欢, 我们喝一杯。 说着, 他举着酒杯, 走到我面前, 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 装着和我很熟的样子, 笑道, 秦欢啊, 开窍了, 这一身装备不便宜吧? 租来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长长的指甲, 去掐我那个香奶奶的包。 我忙把包抱在怀里, 一脸警戒地看着他, 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汪敏是典型的妒忌性人格, 常常因为妒忌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不管这包是真品还是山寨, 我都是不能让他弄坏了。 真是租来的呀, 不是山寨。 汪敏笑得很是夸张, 说道, 秦欢, 我还以为你当真是务实的人呢, 没想到啊, 老娘死了, 立刻就这么虚荣了。 参加同学聚会, 你打扮成这样做什么, 谁还不知道谁家底呀? 我笑笑, 说道, 我还真不知道你家底。 嘖嘖, 汪敏似乎没有听懂我的嘲讽, 指着我脚上的鞋说道, 衣服和包倒是租了, 你也租双鞋, 看看这花式, 山寨都称不上, 好意思打香奶奶家的logo。 我低头看了一眼脚上的鞋, 这个白山茶的花形, 和市面上流行的不太一样。 江城丢给我, 我也没有在意, 毕竟, 对于我来说, 鞋子能够穿就好了。 旁边, 舒颜突然说道, 汪敏, 没见识不可怕, 但是, 你也不要自爆其短。 这鞋可是乡奶奶家刚刚上新的新品, 本月初法国时装秀上, 顶级模特才走过秀, 国内专柜都还没有上, 山寨, 只怕还没有来得及打样呢。 汪敏愣了一下子, 随即, 她脚柔造作地眼口笑道, 舒颜, 这鞋要是穿你脚上, 我就信了你这套说辞了。 她, 说着, 她又故意说了好些嘲讽我的话, 无非就是, 我是一个妈妈不爱, 姥姥不疼, 没人要的野孩子。 说什么, 我老娘宁可把家产留给她弟弟, 都不会给我, 可见, 我有多没出息。 汪敏端着酒杯, 装风卖傻, 大声说道, 这世上的亲娘, 哪里有不惦记着自家孩子的道理? 要不是秦桓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 她老娘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这种人啊, 给她房产, 早晚也是败光, 还不如给她舅舅靠谱。 若是别的事情, 我自然也不会任由她奚落嘲讽。 唯独此事, 是扎在我心肩上的一根毒刺, 撩拨一下子, 就痛得慌。 若要反驳, 就得说我妈妈是一个伏地魔。 不管如何, 她终究是我亲妈, 而她已去世, 我实在不想说她的是是非非。 舒颜轻轻地说道, 汪敏, 欢欢妈妈把更加值钱的宝贝给了她, 把房产给了自家亲弟弟。 也是情有可原, 你又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更加值钱的宝贝。 汪敏笑道, 拿出来让我们长长见识。 说着, 她还故意吃笑了一声, 欢欢脖子上的玉佩和手腕的玉琢, 都是古玉, 我曾经听闻欢欢爷爷早年是做古玩圣意的, 想来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宝贝。 舒颜笑道, 别的我不敢保证, 就欢欢脖子上这块玉佩, 我曾经在纪雅阁见过一块类似的。 纪雅阁老板的私藏, 两千万起步, 送拍卖会, 标到什么价钱可难说得很。 就这破石头, 值两千万。 不坤突然就走了过来, 伸手就要摸。 我忙着把玉佩塞进衣服里面, 一脸警戒地看着她。 甚至, 我紧张地站了起来。 欢欢, 是不是真的? 不坤一脸地激动。 我知道是真的, 因为有古董店的老板出过架, 我也相信自己对于古玉的鉴定眼光, 我只是不太懂市面上高古玉的行情。 这和明清瓷器不太相同, 这两年, 明清瓷器大行其道, 我多少了解价钱, 不至于被人吭骗。 旁边, 汪敏一把拉过不坤,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说道, 你信她有价值两千万的古玉。 我拎着包准备走, 一个人被疯狗咬了, 总不能咬回去。 舒颜拉住我, 说道, 欢欢, 今晚纪雅阁有古玩交流会, 会有资深的鉴定师作证, 可以免费鉴定, 我们去鉴定一下。 我很小声地说道, 我不想去。 呵呵, 旁边, 汪敏咄咄逼人, 说我就是不敢鉴定, 只怕我身上的玉佩, 就是一纹不直的石头。 舒颜的脸色很不好看, 我们当时是一个宿舍, 舒颜是附加千金, 一直都和汪敏很不对付。 如今, 眼见汪敏话说得特别难听, 他一把拉过我, 说道, 有种就跟过来, 我还真不信我看走眼了。 到了外面, 他二话不说, 就把我摁进他车里。 眼见车里没有别人, 我说道, 舒颜, 这玉佩和镯子, 我不会卖的, 只是鉴定, 赌一赌汪敏那张鉴嘴。 舒颜说道, 你家祖传的宝贝, 自然不能随便卖掉。 纪雅阁不远, 开车过去, 二十分钟而已, 我原本以为, 同学们不会跟过来, 没想到, 除了布昆和汪敏, 还有几个人跟了过来看热闹。 到了纪雅阁, 舒颜带着我走到里面 装饰富丽堂皇鉴赏大厅, 从我脖子上拿下玉佩, 放在一位鉴定师面前的 红筹托盘中。 鉴赏师见到那块玉佩之后, 就微微颤颤地站了起来, 拿着放大镜, 手电筒等物, 仔细地看着。 老师傅, 这玉佩是不是真的? 布昆比那鉴定师似乎还着急, 直接伸手就要摸。 被鉴定师一巴掌拍在手背上, 骂道, 别动, 这东西是你能够随便摸的。 布昆被鉴定师骂了一句, 不但不生气, 目光却是流露出贪婪的光泽。 鉴定师拿着玉佩, 低声对旁边的侍者说了几句话, 试者听了, 转身匆忙离开。 请问这块玉佩是谁的? 鉴定师问我们。 我的? 我忙着答应着。 鉴定师让我等等, 说是马上就可以出鉴定结果, 我也没在意。 大概十多分钟之后, 见上大厅的门口, 十多个保镖侍者, 簇拥着一个衣着华柜, 容颜俊朗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我的身后, 传来几个女同学的惊呼声, 我的天, 好帅, 比偶像明星还好看啊。 天那撸, 江城。 我情不自禁地捂着胸口, 我知道, 江城有钱, 绝对不是一个捡垃圾, 收废品的人。 但是, 他自己不说, 我自然也不会戳穿。 豪门公子也想要玩玩捡垃圾的戏码。 而我, 只是他一时好玩捡回去的玩伴罢了。 等着哪一天, 他逆烦了这个游戏, 就会从我的世界消失, 年迈的老鉴定师拿着那块玉佩。 走到他面前, 低声说道, 江总。 我看到江城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很心虚, 本能地向后退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旁边的汪民突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我穿着高跟鞋, 被他这么一推, 脚下一歪, 痛得我顿时就叫了出来。 我没有摔倒在地上, 江城眼急手快, 抱住了我。 欢欢, 我不是关照你, 吃过饭不要瞎逛, 早点回去。 江城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交集。 紧跟着, 他也不顾众目睽睽之下, 公主抱, 直接把我抱到一边的沙发上, 冲着一边的适者吼着, 愣着做什么, 去拿我的医药箱。 江城, 我, 我没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众目睽睽之下, 我有些害羞, 我还紧张, 甚至, 我还有些惧怕眼前的江城, 这个衣着华贵的人, 还是和我一起窝在废品回收站, 鄙视我不会过日子的那人吗? 别乱动。 江城抓着我受伤的脚, 捏了一下子, 问道, 痛吗? 我微微点头, 有些痛, 但还好, 应该没事。 你知不知道, 你是扁平族, 平地走路都会摔。 说着, 江城似乎有些自责, 也是我不好, 给你买什么高跟鞋。 由于江城的出现, 导致井然有序的大厅有些乱, 适应生匆忙给他送来医药箱, 他一边给我敷药, 一边吩咐身边的侍者, 把他前几天订购的几双鞋拿过来。 很快, 侍者就捧着五双鞋, 一字排开, 这场景, 感觉像是拍剧一样。 江城挑了一双鞋, 给我换上, 扶着我站起来, 问道, 能够走吗? 我点头, 我感觉, 我伤得不重, 只是本来扭伤没有好而已。 那块价值几千万的骨玉, 依然被江城挂在了我脖子上。 我说怎么几天不见, 就打扮得像个鸡一样, 原来是磅上大款了。 汪敏的声音, 突兀地在大厅里面响起来。 然后, 他还故意扭一下子腰, 捏着嗓子, 用所谓的夹子音说道, 先生, 你可不要被他这张漂亮的脸蛋给骗了, 人家男朋友可就在现场哦。 布昆冲过来就要拉我, 顺手就抢我脖子上的玉佩。 但是, 江城的一个保镖把他拦住了, 给我把这两人丢出去。 江城冷冰冰地吩咐, 江城身边的保镖, 侍从把我护送到楼上客房休息, 欢欢, 我这边要拍卖会, 你先休息。 江城说道, 你要什么, 吩咐逝者就是。 我点点头, 让他去忙, 不用管我。 这边, 江城留着人伺候我, 他就带着人出去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 他说今晚有事, 是因为纪雅阁这边开拍卖会, 他需要过来坐镇。 舒颜发信息问我, 什么时候勾搭上江氏财团 冷酷狂拽霸道总裁的? 我告诉他, 前不久他撞伤了我, 别的, 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今晚, 最迟明天, 江城就会和我坦白, 然后, 结束我们这场游戏。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空落落地难受, 躺在床上, 辗转反复, 怎么都睡不着。 大概是昨晚失眠, 导致的结果就是, 第二天, 我醒得有些晚, 揉着惺忪的睡眼, 抬头, 却是发现我靠在江城的怀里, 醒了。 江城看着我, 笑得温柔小意, 房间里, 弥漫着淡淡的艾草清香。 我看着江城, 语无伦次地说道, 我, 江城, 你怎么会在我房里? 江城扑斥一声就笑了出来, 伸手, 摸了一下我光滑的额头, 说道, 果然傻了, 我们这段时间, 难道不是一直同吃同住? 不知道为什么, 我脸上火烧火燎, 烫得慌, 逃也试得跑去卫生间洗漱换衣服。 欢欢, 有个事情, 协商一下。 江城突然说道, 我明白, 该来的终究要来, 只是从来没有想到, 回来得这么快。 现在, 我很是后悔, 昨天就应该拒绝书颜的要求, 不来纪雅阁, 那么, 我们至少还可以维持原样, 哪怕只是短暂的数日。 幸福来得太突然, 失去得也太快, 可为什么, 我竟然有心痛的感觉。 目光落在江城清俊温雅的脸上, 这样的男人, 不是我能够觊觎的, 我不配。 你说, 我觉得嗓子似乎被堵住了, 沙哑着声音。 欢欢, 我们不捡垃圾好不好, 我真的不会捡垃圾, 一个夏天, 我晒黑了好些。 江城笑着, 我咬了一下子嘴唇, 不捡垃圾了, 自然就意味着, 我们的游戏终止。 好, 我点头, 说道, 你把银行账号给我, 我把青花此晚的钱给你。 我的声音似乎带着几分哽咽咽。 欢欢, 你怎么了? 江城似乎着急了, 伸手环住我的腰, 问道, 我就是不会捡垃圾啊, 你, 如果想要玩, 我可以的, 真的, 你别哭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抹我的眼泪, 我哭了, 超大声, 你都不捡垃圾了, 你还要我做什么, 我就是, 你捡回家的垃圾啊。 这是江城的原话, 他说过, 我是他捡回家的, 所以, 我是他的人。 欢欢, 你讲不讲道理啊, 是你奶奶让我去捡垃圾, 还说, 不捡垃圾, 我就不能够娶你。 我都不知道, 你老秦家怎么有这么变态的规矩。 江城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无奈。 还有, 你自己看看, 你小时候写的作文, 你的理想, 捡垃圾。 江城把一个破旧的作文本, 递给我。 我揉着眼睛, 看着他递过来的作文本, 心中狐疑, 我写过这种作文吗? 我小时候的理想, 竟然是捡垃圾。 难怪, 我穷成这个鬼样子。 江城问我, 是不是忘掉南朝废墟的事情了? 南朝废墟? 尘封的记忆之门被打开, 那一年的暑假, 奶奶要出国做一个学术交流, 我妈妈却是跑去我舅舅那边有事, 我无人照顾, 爸爸把我带去了南朝考古基地。 小江哥哥, 我低声问道, 江城点头, 说道, 看样子, 你还是记得我。 他说, 当初南朝考古研究基地出了意外, 我爸爸和一些考古研究人员就没有能够活着回来, 而我和江城也被埋在了废墟下, 一个多星期才获救。 我大病一场, 高烧不断, 醒来就忘掉了很多事情。 江城说, 当时在废墟下, 是我救了他。 所以, 当初江家就认为, 缘分天定, 带着聘礼上门提亲, 那个时候, 我爸爸刚刚过世, 我奶奶拒绝了, 说是孩子还小, 将来的事情, 难以预料。 事后, 江城也被送往国外读书。 我奶奶在临终之时, 知道我妈妈不靠谱, 我终身无靠, 她自然不放心, 就给江家写信, 求江城代为照顾。 同时, 她老人家也不知道什么脑回路, 说江城若是要娶我, 就需要完成我小时候的理想, 捡垃圾。 这封信, 包括我的小作文, 辗转好久, 这才送到江城手里。 然后, 她就跑去盘了一个废品收购站。 我认真地想了想, 问道, 你是故意撞伤我的? 没有。 江城连连摇头, 她说, 她当时看到我, 就想要打个招呼, 没想到, 买的二手破旧三轮车刹车不好, 就把我撞伤了。 她发现我竟然不认识她了, 就有些恶作剧, 把我捡了回家。 那个青花瓷碗是怎么回事? 我问道, 你故意的? 江城说, 那个废品回收站有些问题, 原本有一群土夫子盘踞, 她收购之后, 正好那些土夫子犯了事, 抓得抓, 逃得逃, 那个破碗就是他们留下的。 她也懒得收拾整理, 丢着让我学习捡垃圾了。 欢欢, 像我这样的有钱人, 门口自然需要放个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大碗, 否则, 对不起我的身份。 江城笑得温柔。 接下来的日子, 我在江城的支持下, 开始报考古玩鉴定师证书。 她说, 南朝废墟项目准备重启, 需要鉴定师坐镇。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 不困跑来找我, 询问我古玉的事情。 还说, 她就是被汪名蛊惑, 她是爱我的。 我信她个鬼, 不就是冲着我身上那块古玉来的。 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不坤, 让我想不到的是, 不坤没有在我这边捞到好处。 她居然跑去找我舅舅, 如此这般地说到了一番。 我舅舅这些年, 一直都让我妈妈养着, 已经是养残, 养废的一个人, 好意勿劳, 贪婪无知。 她潜意识中认为我的东西, 她拿走是天经地义。 而江城和我早就料到这一切, 一早就准备好了道具在等着她。 起先, 她要古玉, 我故意哭着闹着不肯给。 眼见闹得不可开交, 我还要挟说要报警, 江城出来打圆场, 故意对我说, 古玉是我爸爸当年从考古队偷偷带回去的东西, 报警我也站不住脚。 既然我舅舅要, 本来仁义孝道为先, 给他救食。 然后, 他弄来一块玉佩, 给了我舅舅。 那玉佩就是普通的白石头, 仿得朝一百合玉佩, 一言假的东西, 但是我舅舅哪里懂得这些? 在纪雅阁胡吃海喝一番, 还一个劲地夸江城董事。 江城告诉我, 我那位表弟有赌博的恶习, 如今, 有了那块价值两千万的古玉, 还不得放开手脚去玩。 果然, 我拿到鉴定诗证书不久, 就接到我舅舅的电话, 询问我古玉为什么是假的。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 古玉为什么是假的?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江城说, 他一直都让人盯着我舅舅那边, 我那位表弟果然不负众望, 天天带着从茅坑里面 呕出沁涩的高古玉 去地下厂子玩牌, 毒瘾越来越大, 没多久, 他就准备卖掉那块古玉。 但是, 江城一早就算计好, 事先找一个托, 把那块古玉说得天花乱坠, 表示他愿意出两千万收, 奈何钱在基金里面, 还有三个月到期。 为着娶新舅舅一家, 他还特意给了二十万订金。 鉴于这个缘故, 表弟更是大着胆子在地下赌场瞎嗨, 一个星期不到, 房子就没了。 他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总认为, 过上几天, 卖掉古玉就有两千万进账, 于是, 又在地下赌场借了好些高利贷。 三个月到期, 买家消失了, 电话成了空号, 人不见踪影。 舅舅拿着古玉, 跑去古玩店找人兜售, 所有人都告诉他, 那就是一文不值。 茅坑里面偶出来的破石头,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知道急, 跑来纪雅阁这边准备找我麻烦。 但是, 纪雅阁的保镖直接把他丢了出去。 尾声, 我听同学说, 汪敏在公司勾搭上司, 结果被上司老婆闹了出来, 还被打了一顿, 工作丢了, 他一向泼辣, 就跑去找不坤, 逼着不坤和他结婚。 不坤开始不同意, 却是挡不住汪敏闹, 这还不算, 两人还常常大打出手。 据说, 不坤的脸都被抓破了, 汪敏被打得去了两次医院。 我闻言, 震惊不已, 询问书言, 都这个样子, 还结婚? 书言回复, 渣男见女, 正好凑对。 当然, 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收拾行李, 协同江城准备去南朝考古研究基地, 寻找埋在下废墟下的古城。